他们在非洲修路建医院建研究设施驾通信线 而且他们并没有强迫非洲政府承担高利贷式的贷款 他们向非洲人表现了尊重和理解 似乎是要与范飞网的评论相呼应 不久前赞比亚总统姆瓦·拿瓦萨在一次讲话中说 中国是赞比亚经济发展的唯一希望 刚才这个短片中提到了法国总统萨克奇说过的一段话 虽然这个短片里面只引用了一句 他原来这个原话是这样说的 他是在这个访问塞内加尔的时候 在一个大学里的演讲 他说呢非洲目前的问题并非全部由殖民造成 说非洲人自相残杀 种族灭绝不是殖民者的责任 非洲独裁腐败 腐败独职浪费污染等也不是殖民的责任等等 我给你分析一下 萨克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因为作为法国呢 他在非洲呢有着大量的这个殖民主义的历史 而且有大量的这个殖民地 一直他的遗存呢到现在还是在起作用 但是呢我想呢指出一点呢 就是他说这个原来的殖民主义国家是没有责任的 但是呢对于现在全世界瞩目的这个海盗问题来说 恰啊恰是我们现在是在待人受过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是美国首先他是在这个苏玛里 他支持一些基督教的一些信仰基督教的部落 就是占人数的极少数 但是呢他又是支持这个极少数来打倒这个信仰 伊斯兰教的更大多数 在这种情况下打打杀杀的多少年 美国终于在苏玛里待不下去了 而他呢是早上的全面内战 他终于就在93年呢 因为美国大兵的尸体被托得到处走 终于受不了了 他撤出去了 撤出以后怎么办呢 就是一个烂摊子 这个乱上加乱 没有更乱 只有最乱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海盗就繁衍而生 人们为了他们的活路 为了他们的生计 这样呢就是跑到海上 跑到各种各样的犯罪的途径 然后去搞更多的钱和生活的这个办法 所以这种情况下 恰恰是由于美国的最初的粗暴的介入 而最后呢又不负责的撤走 造成的这种力量真空和混乱所造成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 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 他们对于非洲这种掠夺和这种 不负责任的这种态度 所造成这个现在的状况 我想补充一点 这种说法听起来像一种推卸历史责任 其实只有两点事实就可以证明 那么这所有的殖民历史给非洲造成的创伤 它并不是说过去了就过去了 两个遗憾 第一就是奴地贸易 那么奴地贸易损失了非洲多少人呢 一亿的轻壮年 就是我去参观过 奴地贸易 奴地贸易 那么我去参观过这个加纳的这个奴地堡 那么以前奥巴马都是去访问加纳 他自己也去参观过 所以看到那里就能回想起来 这种罪恶的这种奴地贸易产生的后果 那么第二条就是边界划分 那么1884到1885年 是博明会议上 这些老资金主义国家 怎么划分非洲的边界的 所以你现在看非洲的版图 就像切布普画一样 直线违线 直线违线这样 一会儿他把就是从